Hello 大家好 今天分享月色点心水蒸韭菜饺的做法 皮圆咸香很好吃 如果把它煎成两面金黄 就是脆的韭菜饺 这款点心是我每次去茶楼必点的点心 如果自己在家做也是不难的 我们一起来看看怎么做 韭菜洗净抹干水分 切成小小粒 加入少许油拌均 加入少许油的作用 是洗韭菜保持脆绿色 煮熟也不会变黄 鲜虾去了虾壳处理干净抹干水分 如果虾仁太大就切开三段 切成大大块就可以了 然后就加适量胡椒粉一根油 把它拌均匀 腌20分钟 猪肉切小粒 用豉油豆粉糖腌住它 如果家里有猪油渣的 可以加一些切碎它 再切一些姜蓉 那我们的馅料就准备好了 接着切几个红葱头 用油把它炸成金黄色 再将油过滤出来 摊凉了之后 就将红葱头放入韭菜里面 再将其他准备好的材料全部放进去 接着再加适量的盐 糖 鸡粉 蚝油 就将所有材料全部充分拌均匀 拌均匀之后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 现在来做粉皮了 我们只需要这种凍面粉和这种木薯粉 凍面粉需要150克 木薯粉100克 再加2克的盐和2克的糖 就将它们搅匀 接着倒入350毫升的滚水 将它们快速地搅拌均匀 搅成团之后 就用保鲜膜贴面盖住它 等它休息15分钟 过了15分钟 等它们没那么热了 就拿出来 加入一匙炸个红葱头的油 戴上胶手套将它们搅匀 这个时候要给些耐性了 因为越搅得久 皮细会越均匀 将它们移到桌面搅拌均匀 就是这样不停地搅拌 就好像洗衣板洗衣服一样 搅到粉团变得光滑柔软 还可以很轻松地把它拉长 也不会轻易断 那就叫做搅好了 搅好之后 就把它分成两份 将其中一份放入胶袋里面 防止风干 将粉团分成20克一份 先搅完 再用颜面棍将它硬成 旁边薄中间厚的粉皮 好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入馅料 拇指固定 用食指一路打折一路推 推到最后 将收口收起就可以了 这样一只就做好了 其实包饺子的手法有很多种 无论哪一种都好 最重要是将收口收紧 不要让它们爆开 馅料不要漏出来 这样就可以了 做来自己吃的 不需要这么讲究的 我们还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 将它们全部捏起 就好像做蒸包那样 这种做法一会儿拿来煎脆皮韭菜饺 就最适合了 水滚下锅 盖盖蒸8分钟 时间到 开盖 哇 好香 每个都蒸形通透 看见就想吃了 我们还可以用平底锅 将蒸熟了的韭菜饺 煎到两面金黄 会更加好吃香口 这个就是脆皮韭菜饺 那么好吃的点心 你学会了没有?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请记得订阅和点赞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